蔡英文為什麼要先來一個牙醫 來負責我們全民的健康跟生命 他們本身造成運動很會抗疫 很會驅鬼 我笑說像師公的漢物 李富您覺得現在這個疫情控制的情況 您覺得如何 那對現在的狀況有滿意嗎 疫情控制的部分 好 我說這個題目是靈知顧問 我覺得民怨很深 實在很難講他很好 我不是學公共衛生 可是2003年SARS來的時候 我跟阿比總統 日日夜都請專家在開會 同時也跑遍全台灣 有疫情這樣去了解 所以我至少少有經驗 我要講的就是很遺憾現在亂成一團 原先台灣是一個小島 我們沒有跟其他國家臨界關係 本來就不容易傳染 另外在2003年 突然有SARS出現 起先大家也是手忙腳亂 那結果在阿比領導之下 事實上我們已經建立了非常好的 如何要防抗疫情的整個SOP 標準的制度 更重要的是我們人民 大家都非常了解 口罩可以小兵立大功 所以全世界沒有比台灣人更乖的 戴口罩戴得最緊 所以是這個讓陳時中部長 領導的團隊在第一年表現很好 那可是因為表現得太好 所以就形成另外一種形態的造神運動 好像整個我們的中央防疫中心 那就是像神一樣 就是他們把這個病毒趕走 其實不是 因為我們是海島 只要在機場管控得好的話 就不容易入侵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要戴好口罩 那可是後來呢 畢竟這是全球化的世代 所以不管是空運或是海運 總是也有開放的時候 結果疫情還是進來了 那最近Omicron 它的情況傳染力非常高 就突然鬆懈下來 所以我們一路看起來 覺得有非常好的防疫基礎 讓這個領導的指揮系統 就輕忽了 以為是他們本身的造神運動 他們很棒 很會抗疫 很會驅鬼 我笑說像師公在喊鬼 那等到疫情來的時候 我們就看出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 口罩還好很快就克服了 但是這個疫苗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為了要獨厚高端 結果早該進口的疫苗 統統阻擋 郭台銘 甚至我自己很早都可以幫忙 進口輝瑞 我可以進口五千萬劑 價錢比任何人都便宜 哇 真的 但是衛福部拒絕跟我見面 但是衛福部拒絕跟我見面 所以呂富您有跟衛福部提過這件事情 有 我只是簡單透露就好 如果三四月的時候 就可以三四千萬劑的疫苗進來 直接從美國 不要繞到德國 然後還讓中國去干擾 統統拒絕了 所以到五六月的時候 我們大家整個都慌亂起來了 好 那去年這一段疫苗 那因為拒絕的郭台銘捐助疫苗 所以連我的好意也都拒絕掉了 否則我在三四月的時候 這條線拉上 我可以這個成交的價格是很低的 又便宜 而且是輝瑞藥廠直接進來 美國直接進來 不是大陸的BNT 不是 不是 很奇怪 你可以從美國進口 你為什麼要到德國 那德國就被 因為大陸去投資德國 你明知如此 為什麼要走那條線 我可以從美國輝瑞直接進口 它拒絕見我 哦 是哦 所以我很多委屈 我都忍住了 那都沒有關係 可是我後來看到有850個人 因為沒有疫苗過世 我才很感嘆地講說 他們都到鹽肉網那裡去了 你現在看 所以我沒有辦法公圍 那現在就是 Omicro你會看到 連快賽季都沒有 然後你會開始懷疑 他每天在電視上所摸爆的數字 有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以前發明了一個叫做什麼 叫正回歸 從來沒聽過的名詞 不斷创造 原來就是承認說 我原來報的數字不對 虛報了 我要糾正 最近創造一些七七國標的名詞 那你說每天確診人數多少 那前提就是你到底是篩檢多少 不管是快賽或PCR 那如果不給你快賽季 如果PCR進行了很慢的話 確診人數當然就很少 所以已經證明 這幾年電視這樣子 大家守著電視在看這個 不是白費鞏服嗎 當然很遺憾 欺騙的老百姓 難道不是蔡總統也被欺騙了嗎 被蒙蔽了嗎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最大的遺憾 其實我們在2003年 這個SOP都建立了 很多的防疫專家 為什麼後來都不用 陳部長是非常好的牙醫教授 可是牙醫專家不表示疫情專家 隔行本來就如隔山 蔡總統為什麼要信任牙醫 來負責我們全民的健康跟生命 所以這些都可以反省 當然也不要批判 我們現在只祈求這次的疫情 快快的過去 大家還是要互相勉勵吧 好啊 那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跟以前您跟阿扁總統的時期 假設也是遇到同樣的 這個疫情來說 您認為啊 處理的會不會比現在好還是不好 我跟阿扁都學法律 我們都是外行 所以外行就會比較謙虛 我們要尊重內行 所以我們當時號召全國的專家 我知道每天白天開會開到晚上 不同的專家的意見 同時我們很在地 我們跟阿扁分頭去拜訪 實際去了解 結果有時候也防疫過大 比如台北的和平醫院 突然莫名其妙 那個中午宣布封院 連不是病人 他的家屬去探病了 醫力不准出去 所以造成院內大感染 年輕了也許不太記得 但是那個時候SARS就是這樣才爆出來 第二個也後來最可憐的 造成和平醫院很多醫務人員 就一被封死在那裡就死掉 好可憐 另外附帶的 那個時候一慌亂 台北市政府宣布和平醫院封院 同時萬華整個封城 萬華封區 封一天兩天大家可以忍受 結果連續兩個禮拜 全部不能做生意 你知道萬華商圈 都是大家靠小生意 那他們是覺得我們根本沒有疫情 所以他們就跟我沉情 那我心想說對 病毒就是侷限在醫院裡面 你為什麼要擴充到那裡去 還好沒有全台北市 但萬華要去被封了 所以我就請幾個專家 帶著偵測儀器 說跟我走一周 我們到萬華實際去測量 真的有病毒嗎 有任何疑慮 那時候我還堅持我不戴口罩 因為我想我做實驗 假如我走一圈 萬華有病毒 我先得病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回來專家檢測 結果我說沒有疫情 所以我就宣布說萬華應該解禁 那解禁以後 當地人當然很高興 因為很多夜市 還有商圈 它這個小店 那我就借這個機會 順便跟他講說 那你們借這個機會 我們萬華很多服裝服飾 我說你們要努力來推形象商圈 所以我幫你們一起請專家 大家來座談 我們如何把這個店面 淨化、美化、種樹 然後開闢出萬華的商圈 這是在那個時候我做的 所以他們一直很感激 那我要講什麼 明明我們在2020年、2021年的前半年 其實沒有什麼疫情 只有桃園機場 偶爾出現旅客 但是只要有一兩個入境旅客有的話 它馬上宣布全國通通封起來 那我對中南部的朋友 特別感到不平安 因為你們分明沒有病毒 你們也跟著生意不能做 不能出門 在憲法規定人民的基本權利 當權利跟權利之間有衝突的時候 要合乎比例原則 我的意思是說我講 和平醫院有病毒你封院 你應該是針對病人 把這個去探訪的家屬也封院 這個是很大不對 然後你又擴大 莫名其妙把萬華也封了 那幸虧有我 我走出來幫他們解封 讓萬華可以做生意 那你想想過去 尤其2020年 台灣幾乎沒有病毒 只有旅客一進來 他馬上就下令全國通通不要做生意了 那我到中南部去 我真的是替中南部 尤其花東地區根本沒有 根本沒有病毒 你還在陪一兩個旅客 被找到確診 全部生意不能做 所以我寫了文章我很感慨 這個憲法這是違憲的 憲法所保障的人權 就是要合乎比例原則 你如果要侵犯這個人權的時候 你要合乎比例原則 只有少數幾個人罹患確診 你怎麼全國2300萬人 通通都嚴格管制 當時為什麼沒有人來指出這一點 因為我們大家都戴口罩了 全民通通都閉口了 所以我們的高層 聽不到人民的聲音 我還敢講出來替這個發聲 那這個禮集下來 就讓我們的指揮中心 造神之下全力無限擴充 造神今天跟地方政府不和 你過分的權威要侵蝕地方政府的權力 很多事情是地方政府要承擔的 所以你要相對給他比較大的權力 那目前這個緊張關係 那既然可以說與總統出面開這樣的會議 他只選擇綠營的縣市長去開 不同黨籍的縣市長就撇開了 我覺得這行也不對吧 如果我們以親情來看 在一個家裡 父母生了幾個小孩 子女最怕父母偏心 你疼愛這個不疼愛那個 那你作為一國元首 你更不能讓人覺得偏心 所以這是我看在心裡 就是很難過的地方 呂富林覺得那蔡政府應該怎麼做呢 如果以您資深的前輩來說 你會怎麼去建議他 我建議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你看已經多少人犧牲掉了 第一波八百多人 因為沒有疫苗失掉 後來這疫苗都是人家施捨的 結果適應不良也死了六十幾個 這真的很難過 那現在也是死亡率也在增加 我們只能祈禱大家自取多福 現在Omicron大家也知道 如果不幸被傳染 很快的你趕快拿藥吃 那五天之內如果你有服了藥 大概問題就比較小 家裡有年紀大的 儘量規勸他們 如果可以打疫苗的話就打 但我知道現在有自然餘血 有另外一套說法 所以我只能講說自取多福 那政府該檢討其實很多 我們目前就是因為一黨獨大 大家要戴口罩 所以人民的聲音不容易傳達 我們的在野黨 完全沒有監督的能力 所以只能勉勵大家自取多福 在野黨獨大